看来阁下是位上人 是来找龟海一刀的吧 我是 我是来找你的 阁下刀锋藏了杀气 是来杀和尚的 这是柳生弹马首于了结大事的巅峰一战 也是本剧《封神》的又一名场面 大碑掌和《沙神》一刀斩究竟谁更胜一筹 时间回到两天前 曹正纯利用龟海一刀向铁胆神侯发难 意图定铁胆神侯一个包庇之罪 谁知大学士富铁城等人 竟然连七手来力绑铁胆神侯 共同对付起了曹正纯 正德皇帝明显是在袒护曹正纯 如今各位大臣都在替铁胆神侯说话 让正德皇帝忌惮不已 他三言两语跳开的话题 表示不管是不是龟海一刀 铁胆神侯都要赶快将其抓捕归案 曹正纯见正德皇帝天向 立刻提出龟海一刀摩根深重 要是少林寺的了结大师 不能替龟海一刀驱除魔性 导致龟海一刀再次出来滥杀无辜 铁胆神侯应该承担罪责 正德皇帝没有直接答应曹正纯 而是询问起富铁城和乔泰士三人的意见 富铁城三人眼神交换一番后 认为龟海一刀是护龙山庄的大内利探 铁胆神侯理应做出保证 好 小嫂 你愿否保证 回名圣上 话分两头 龟海一刀跟在了结大师的身边 一边服用佛祖除魔丸 一边运液口念安心经 迎来了第一次新魔节 幸好有了结大师在一旁帮助 再加上龟海一刀意志坚定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挺了过去 龟海一刀要想彻底跟除魔性 需要度过49次新魔节 并且新魔一次比一次厉害 稍不注意就会万劫不复 幸好了结大师佛法高深 又有佛祖除魔丸平心静气 只要龟海一刀决心除魔 度过这场劫难应当十拿九稳 不曾想龟海一刀刚度过第一次新魔节 了凡大师和所有的二代弟子 便找到了了结大师 他们认为龟海一刀魔性难寻 随时都有失控杀人的可能 再加上他是朝廷侵犯 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少林寺 王师伯明察 本次上下三百多和尚 全部跪在外面 王师伯大发慈悲 王师伯大发慈悲 贫僧想再次点化恶魔 似乎无此缘分啊 面对所有少林僧人的逼宫 即便了结大师身为武林圣僧 也不能一意不行 只好答应会带龟海一刀离开少林 前往少林后山的达摩洞闭关驱魔 龟海一刀深知这一去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提出了想返回水月安 见自己的母亲陆华农一面 好 三个时辰以后便是日落 日落之前也要回到达摩洞 切记切记 龟海一刀答应了杰大师 会在日落之前返回达摩洞 随即动身离开了少林寺 殊不知就在暗处 有一个黑衣人正在蠢蠢欲动 可奇怪的是 这名黑衣人并没有袭击龟海一刀 而是放任龟海一刀回到了水月安 大彻大悟的龟海一刀 出言与陆华农和解 理解了他杀死龟海百叶的用意 两母子终于化解误会重归于好 三个时辰后 龟海一刀回到少林后山 见到了等候多时的了杰大师 了杰大师察觉暗中有高手跟随 让不能动用魅力的龟海一刀 先进达摩洞 出言叫出了潜藏的高手 黑衣人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来意 说出他的目标就是了杰大师 这点出乎了杰大师的意量 杀神一刀斩 阁下莫非洲市 东营武苏世家 六声大手